这一套是简易八字先后天诊断与化觉 您只要有障密以后一进入论断 这个是要输入阴历的 就是农历的阴历的出生年月日 如果你不知道阴历的 换算成阳历的 你要在这里去做转换 如果你只知道是阴历的 比如说是1980年的8月8号 你就换算 按换算以后 它这里就变成是阳历的9月16号 几点几分就直接输入 男女要区分 是男或女 如果是女的 你就在这个总共有20个选项 你统统把它打勾 如果你要问 用这一套系统要问一生的财运评估 或者是一生进财破财 进破的对象 对这个人最适合的行业 还有第四是婚姻状况 第五是订婚结婚的应期 第六 婚姻的应期 恋爱谁比较爱谁 你或你风流吗 看一生的学悦 读书印科系的选择 官位 一生的官位 职位上的发展 会不会被免职 或者裁员罢官 还有诉讼打官司 这辈子会不会跟人家诉讼打官司 还有劳灾 贵人与小人 在哪里 投资的评估 因果报应 身体疾病探讨 穿什么颜色 衣服最有帮助 五行 进补以禁忌 命格行客 化解以布局 你看总共用我们的 出生年月日 这个是杨历 那杨历也就是等于 你的阴历 是一定要很准的 然后勾选完以后 你可以单独打勾 也可以一起勾 也可以勾五个 你想要问的 你就打勾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在展示 我们希望全部都 给各位看一下 那就按 开始分析 开始分析 这边 这里有 你看 九属图 八图 那还有图 还有这个金 有没有 它里面有写 生 克 这一方面的 那上面这一排是 先天 加减六就是后天 所以打进去以后 一生的评估 一生财运的评估 言行不一 给人印象不错 但无法与人交心 一生进财破财的 对象 或者是年份 在这里也有 挑出来 在几月份 会比较有破财 或者是财运比较佳 都会显示在这里 还有行业别 婚姻状态 订婚结婚的硬期 会在几岁的时候 还有婚变的硬期 不会发生婚变 恋爱 还有风流 一生协业态度 读书的科系选择 官运 职位上的发展 免职 裁员 罢官 诉讼打官司 劳灾 贵人与小人 还有投资的一个评估 因果报应 身体疾病探讨 穿什么颜色衣服 对有帮助 五行进补 以禁忌是什么 命格行刻化解的一个方法 可以贴一个 这个十一号属狗的一个八卦 叫做前三年 因为他是在前卦里面 然后用一只狗 然后也可以 其他的命格 当然他的破解的 那个手用的开怒品 生效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举例是这样 那如果说 我们来看一个另外的 那看这个人 我们说他的破解是什么 我们就直接按二十项 这个人 他的破解就不一样了 他是用十号的 属鸡的 这一套是跟传统八字不一样 因为他只是用 所谓的先后天的一个关系 那这一套在大陆 非常的也很流行 很稀奇 那论断的准确度又快 又准确度还不错 那在台湾正在流行当中 正要开始流行当中 所以说这一套 你们拥有这一套软件 纯实真的是很有福气 所以好好善加利用 你们将会有一些 意外的演出 就是让人家觉得 哇你怎么 我告诉你了 吃生天日 你就可以把我的一切 一生论得还蛮贴切的 所以这一套 我们称为简易 它是跟传统八字论断 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概况 所以我们称为 简易八字论断